大家好,我是03世積塵,好高興見到大家 英國這邊6月開始炎熱了,我的波衣都出回路了 好,在開始之前,你才賣賣自家的廣告 如果你想輕鬆了解Eink世界的精選新資訊 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留意一週一集的Eink Weekly 如果你願意支持我繼續製作影片的話 歡迎透過Buy Me A Coffee 或者YouTube的Superfans那裏贊助我 我真誠地感謝你 另外,試下一些新嘗試 除了就著今次我的報道內容留言之外 我都很有興趣了解一下 你們近期在看甚麼書 有好書值得推介給我看的話 不妨留言分享給我知道 在此先行借過 好,現在由我帶大家回顧過去一週 在Eink世界裏面所發生的新鮮事物 去片 第一則是Eink新聞的跟進報道 在4月中旬,PUB U發佈了10.3吋 Kaleido Free彩色閱讀器Pulsebook Pro 兼且隨機會負責這個飽讀電子書 Lifetime VIP會席之後 引起了台灣一眾閱讀器愛好者的關注 到了6月6日 PUB U終於正式在滑背平台推出了專案 供用戶贊助預購 如果讀者你想了解 PUB Pro的基本規格和特色 可以參考第10集Eink Weekly的報道 而在專案頁內詳盡地介紹了它的各項細節 現在會補充上一次未提及的特色和功能細節 在他們的筆記應用APP裏面,除了常見的手寫筆織辨識之外 PUB Pro還具有錄音轉成文字的功能 另外他們的筆記是有塗層功能的 能夠任意移動、管理、隱藏顏面上的內容 另外他們標榜是獨家預載了海電行動科技的PDF reader 支援PDF的註色、編輯、合併、轉檔、加密掃描及簽署等等的功能 而他們的處理器也都是說了 是用聯發科MT8183的處理器 是一火8核心12mm製程2019年發布的處理器 效能表現是稍弱於高通662的 而PUBview針對在他們發布的消息之後 網友的一些疑問也作出了回應 首先就是在4月公布了新品的文卷之後 有網友質疑頁面所展示的Pubbook Pro全部都是渴染圖 Kaleido3是不能夠顯示到這樣的色彩的 所以在今次的專案裏面 他們新增了應用support這個環節 展示了產品真實的顯示效果 另外也有網友提到 Pubbook Pro是沒有內置揚聲器會造成不方便 我也特地有在PUBview官方那邊詢問過這個項目 他們是為了機身能夠盡量輕薄 加上現階段他們認為藍牙耳機和喇叭都相當普及 所以最後決定以輕薄優先作為一個取捨 將喇叭寫起了 換來只有6mm的機身厚度 而引起非常多人關注的飽讀電子書 Lifetime VIP終身會籍 是捆綁在Pubbook Pro機器上面的優惠贈品 是專門送給超早料預購的贊助者的 只要閱讀器能夠正常運作 用戶就可以永久免費閱讀飽讀專區裏面的所有內容 包括當期的雜誌書籍和一些影音的課程 這一部台灣製造硬件配置一線的彩色閱讀器 在開始預購的第一個星期 已經被贊助營購超過900部 反應非常熱烈 預計10月發貨 這一部Pubbook Pro可以說是近期 在港台閱讀器愛好者當中 討論熱度是最高的 因著同樣的彩色面板和尺寸 不少人都將它和文石的TAP Ultra-C作比較 究竟是標榜8GB RAM高配置硬件的Pubbook Pro 能不能夠勝貨配備獨立顯示晶片 以極佳刷新表現 已經經過市場檢驗的TAP Ultra-C 不過令人遺憾的是 雜誌的Pubbook Pro是預計10月才出貨 現在仍然在調教當中 令到不少期待大平彩機已經很久的網友卻步 或者選擇專頭文石的懷抱 期待Pubbook Pro可以快些調教好 稍後時間可以有更多實機的訊息公佈 我也期待未來可以借到這一部Pubbook Pro 再為大家開箱評測 敬請期待 第二則同樣是e-ink身份的介紹 聯想應該是在主流的電腦筆記本廠商當中 最樂於採用e-ink螢幕的 他們在去年的第四季 在中國市場推出了10.3吋的電子子平板 Yoga Paper 而今回推出的Smart Paper 可以算是Yoga Paper的海外版本 是一款結合了筆記本電子書 以及手寫板功能的智能電子紙產品 讓用戶可以隨時隨地進行筆記 閱讀和繪畫 Nenovo Smart Paper 機身是全類合金一體切割製造 厚度只有5.5mm 非常鮮薄 機身正面採用了10.3吋e-ink card HD電子紙屏幕 分別是172x1404 227ppi 可以清晰呈現文字和圖像 在硬件配置方面 它配備了RockClip RK3566處理器 4GB RAM、64GB ROM 兼有藍牙5.2和冷暖雙色前燈 此外它還附了不需要充電的電池筆 具有23毫秒的延遲 和4096級的額感 和這個是傾斜檢測功能 帶來一個順暢的射感 此外在機身正面的座側 還設有這個電池筆收納區 是以磁力固定的 Nenovo Smart Paper 配有3550毫安的電池 可以連續使用在數週的時間 此外它還具有其他實用的功能 例如它可以將手寫的筆記 轉成這個數字的文本 讓你可以輕鬆地進行編輯和共享 此外它還具有可選的高級雲儲存 翻譯和語音轉錄、訂閱服務 讓用戶可以更輕鬆地管理 和共享筆記和文件 有一點值得一提 中國版的Yoga Paper 是用Android 11系統 但是不能夠安裝Google Play 用戶是可以從它們的應用試習那裡 下載或者自行安裝第三方的App 現階段我們不肯定 這個海外版本會不會配有Google Play 聯想在海外推出這一款新品 但是未有公開具體的發售日 而在不同地區的官網裏面 是超超上架 網民是需要自己去那個國家的官網那裏 是看一下上架未可以買未 現階段能夠購入這一款產品的地區 有英國和歐盟國 包括荷蘭、瑞典、葡萄牙 意大利、法國、比利時等等 而價格方面英國是450磅 而歐盟國是499歐羅 有多些傳統的電腦廠商 進軍E-Ink平板市場 對用戶來說多些選擇當然好些 但遺憾的是聯想這一部Smart Paper 我暫時不太能夠看到 做工設計以外的亮點 處理器是都相當弱的RK3566 是22nm製程 安兔兔那裏只有六萬多分的跑分 效能嵌憂 通常這顆U是用在電視機盒那裏的 而雲端儲存、翻譯、語音轉錄 這些功能又需要另外付費去訂閱 嗯…起碼現階段我這樣看 吸引不了我的埋單 你們呢 第三則E-Ink新品 轉一轉後後不說躍動器 它是一樣會耗去每一個人生命當中相當多時間 有著重要地位的東西 原態科技的E-Inkricium 可變式電子紙近年來在各個領域當中都閘露頭角 最新的應用是跟廚惠品牌科勒合作 打造出一款可變式智慧馬桶NUMI 2.0 這款馬桶是創用了原態科技提供的可動態變式 可彎節切割素型的E-Inkricium電子紙材質 不但外觀是有著利落的幾何造型 還能夠不斷變化顏色和圖騰 如同客製花的獨特造型 營造出家居獨有的空間氛圍 E-Inkricium電子紙薄膜是一種設計材料 可以改變日常生活當中所觸及的表面 實現顏色動態變化 此外因為有極低的耗電 輕薄耐用的材質 耐水性、耐塗掛 適合貼戶在不同的立面和角色的基板去整合 NUMI智慧馬桶是科勒的頂級產品 原態藉著這一次合作 是首度將電子紙應用在這個胃肉設施上 現代的胃肉設施不單止是實用的取向 亦都能夠讓用戶享受一種沉浸式的星光體驗 營造好似森林、神稀、海灘等等不同的情景 透過可變色的表面 馬桶都能夠展示不同的形象 這一款智慧馬桶的設計 翻轉了一些人對馬桶的想像 展現出電子紙 可以用於各種表面的真實特性 E-ink原態科技董事長李正浩表示 讓每一個表面變得更加智慧和哲能 是原態他們一直努力的方向 除了NUMI 2.0的智慧馬桶外 E-ink Prisium電子紙 還有更加多元的應用機會 我自己就很好奇 這一款產品不知道真的實際應用下來的時候 是不是真的足夠耐用不易破損呢 估計遲些技術更加成熟成本更加合理的時候 原態科技應該會研發出E-ink電子紙長子 如果一整間房都用了這個長子的話 應該會十分具有未來感 而且能夠隨時調整變色 那就不會再因為有長身用甚麼顏色 而同另一半吵膠的事發生了 好,第四則介紹一款很創新的E-ink新品給大家 Show reader是一款創新的E-ink眼鏡 讓你在閱讀的時候不需要手持任何的設備 享受更加舒適和便利的閱讀體驗 這一款產品是採用輕巧的設計 和長久的電池壽命 是為喜愛閱讀的書迷專門設計的配件 Show reader最早是在今年1月的CES展上首次亮相 以其簡潔的外觀和方便的使用引人注目 它看起來好像一副眼鏡 只是重104克 可以很方便地戴在你的眼睛上面 讓你閱讀的時候不受到任何的干擾 而Show reader是採用側照式E-ink電顯示屏 類似於Kindle 或者其他大多數的電子閱讀器的顯示屏一樣 每個顯示屏的尺寸是1.3英寸 每隻眼的分辨率是256x256 配有測光感應和暖白光LED燈 會為用戶自動調節閱讀時所需的光度 這款產品有黑色、銀色、玫瑰金和深藍色 四種顏色可以選擇 設備還附帶有一個藍牙連接的遙控器 可以讓到用戶通過按鈕去選擇菜單和翻頁 Show reader最引人注目的一個特點之一 就是它們的屈光度調節功能 可以滿足戴眼鏡或者隱形眼鏡的人的需求 消除了額外的視力矯正需求 雖然調節的範圍它們沒有公開 但這個設計就增強了多功能性和可用性 Show reader擁有64MB的存儲空間 可以容納大量的文字材料 非常適合沉浸式閱讀,配合它們專屬的 Show mobile app 令到用戶可以很方便地傳輸一些DRM-free的電子書 文章或者newsletter入到裝置入面 充滿電,可以提供大約25小時的閱讀時間 Show reader現在正向一些早期測試人員 發送了測試版的眼鏡 而Show reader的預購價格是350美元 正式發售日期就沒有公佈到 但有興趣的消費者就可以先登記它們的waiting list 以確保自己未來能夠買到這一款的產品 對小時候很喜歡睡在梳化上看書的我來說 這個產品的意念是很打動到我的 但我擔憂的是 左右眼鏡的螢幕解像度只有256x256 未免真的太粗糙 而只有64MB 即是代表它只支援純文字的儲存和閱讀 圖話就不用想了 肯定不可以 在功能上的限制真是挺多 其實 而350美元的preorder價也實在太高 上仙的成本太貴了 可惜 好,今集Eing Weekly的內容就暫過一段落了 由於YouTube的演算法越來越嚴苛 如果你喜歡的話 記得讚好我這一段影片 才能夠讓到更加多人有機會看到我 現在這一段的影片 如果你想定期了解Eing世界所發生的事物的話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由於Eing新聞其實就沒這麼講究時效性的 未看上幾集的 看完這段影片之後可以去補看回 例如上一集主打介紹HighRude 7.8吋的新彩機 Gage Note Plus CC 如果你看到一些新奇有趣的 記得分享給你的朋友知道 如果你想參加我的勾解眼筆書法線上自修課程的話 只需要成為我Buy Me A Coffee的月費會員 就能夠取得觀看權限和我的批改 各位,如果你或者你的親友是人在英國 需要買電子閱讀器的話 不妨來我經營的網店E-Reader Pro那裏去逛一逛 以上的資料我會全部在Description那裏列出的 感謝你的觀看,今集的狼就到這裏了 我是職塵,下期Eing Weekly見,拜拜